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终于等到Bosch GO第三代电动起子上市了 在先前做过搭牌电动螺子起子开箱时 就有观众要求我可以开箱Bosch GO二代开箱介绍吗? 老实说Bosch GO二代也上市有4到5年时间 也有许多需要等待改进的地方 在开箱介绍实在没有必要啦 而且我以为他应该是没打算再更新下一代的计划 结果在今年2024年年初Bosch GO三代真的全新上市了 并且在三代机上也改善了上一代许多问题 这样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可以入手一支来开箱测试 而这次他有推出两种不同售价版本 第一个是1199元的标配版 另一个是1399元含8个起子头和一支延伸杆 就看个人使用需求去选择了 哎呦!今年的三代包装盒子变小了 大约在一个男性成人手掌再多出一半的空间 在盒子正面有产品名称、特色介绍和产品实物照片 背面有工具局部重点说明和产品数据介绍 接下来在左右上下面大概就是产品简单特色提示 好,快来把产品拿出来看看吧 哇!今年三代的收纳盒变得更小了 在包装盒子里面有产品保固卡 它是有一年保固期 在背后你也可以用它的APP来线上注册保固 内容有很详细的注册教学说明 跟着一步一步做你都能轻松完成 再来是多国语言使用说明书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在这三代收纳盒还是保有BOSH特色风格蓝色底 配上夸张红色文字让人印象深刻 而三代的实际盒子大小 约比一个男性成人手掌再大一点 现在是可以轻松一手掌握的带出门工作 来减少携带工具的负担 嗯,不错不错 这握杆也不会太差,不会有滑掉不好抓的困扰 把卡扣打开后可以看到标配版附送一支双头十字起子 在上方空间如果你是买高配版 就是收纳起子头固定处 而这支高扭力起子头规格是PH1和PH2 来应付日常使用都很足够 在盒子底下则附有一条Type-A转Type-C的充电线 总长度大约有32公分 我建议大家还是找一条长一点来充电使用 不然这三代本身重量也不算轻 挂在那里也蛮容易掉下来的 在盒盖上方有贴心附上简易图文使用说明 应该大家照图片操作一次 就大概会使用这三代电动起子 再来是Bosch Go三代电动起子介绍 整支握感非常的好 止滑效果也非常的足够 该注意到手握人体工学一点都没有少 但我总觉得好像比二代重了一点 我大约测量一下三代电动起子的重量 整体重量大约有321公克 是真的扎扎实实比二代重了一点 而在三代夹头是改用通用起子固定做 只要向前推再放入起子头就能牢牢固定住 它会这样修改是因为在二代实力头固定 只要转螺丝扭力过大卡紧 就很容易把起子头一起拉起掉落 相当不方便也老人 但看似完美的修改 我又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先把起子头插入固定座再拉卡扣 是很容易触发它前端按压启动开关 让它转动起来 所以这一方面问题可能要靠自己熟练习惯 先拉动夹头固定后再插上几十头 就能完美克服这问题 在前端处三代终于加上LED环形照明灯 这也是我第一个会想买它的原因 老实说这么大一支电动起子 常常会挡到锁螺丝的光线 多了这个LED环形灯 真的大大改善这不变问题 那至于它的照明效果又如何呢 我觉得是够用啦 在黑暗无光的电脑主机里 要照明找寻螺丝位置来拆解或是锁紧 都十分好用 使用起来也十分精准 让你轻松完成工作 不用在一手拿手机开手电筒找位置 在一手锁螺丝的不变问题 那它的扭力环调节 也是和二代一样 有7加1个Mass档 最大扭力有5牛顿米 最小是0.1牛顿米 用来锁电子零件 就不用再怕锁到爆转烂螺丝了 但这个扭力环 也不知是不是新买还没有开始使用 它转起来感觉是非常的紧 可能对女性使用者会吃力一点 是需要多练习一下来习惯 在三代的启动按钮开关 是设计在手握处 在工作操作使用上会更加直觉 也快速方便启动 在上方的电源开关 中间为锁定关闭电源 往上开是顺时针锁紧 往下开是逆时针放松 三代的充电孔也改为USB-C插口 有过宅保护功能 充电过夜也不用怕把电池充坏掉 而当你在充电时 它会是一闪一闪的提示 等充饱后会一直亮灯来显示 如果在锁螺丝时会一闪一闪的亮灯 那就表示快没电了 在充电孔下方也有挂绳孔 方便你在高处作业防掉落 那产品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来测试一下BOSE GO三代的扭力值效果 我们使用三代内附的起子头来做测试 扭力值设定从低、中、高、最后的MAS档来跑测一次 首先从低扭力档位测试 螺丝是使用3公分长的木头螺丝 木板是厚1.7公分的实木板 好,开始 最后大约转入0.7公分左右 再来是中扭力档位 我们调到第4档来测试 好,开始 哇,我的妈呀 在第4档位就差不多 可以把3公分长的木头螺丝完成9.5层 接着是第7档位来测试 我感觉这一档位 可能会把木头钻到爆的机会很大哦 好,开始 哇 没错 已经入木一层深度左右 也已经开裂 连带也影响到隔壁4档位孔也一起开裂 最后是MAS档位测试 不知道会不会裂得更夸张 好,开始 嗯,感觉也还好 就比第7档位强了那么一点点 还没有到失控的感觉 那经过这一轮扭力值的测试 我觉得从第4档位过后 是适合水电金属设备安装施工 力道够强 不软弱 从1-3档位适合电脑设备和木头家具组装 力道适中比较不会把螺丝转烂和木板开裂问题 那以上是我对Bosch GO3代电动起子测试心得 但我也必须再提醒大家一下 我是用我组装电脑和在家DIY维修经验来测试分享 我也不是专业的水电师傅 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在下面留言指教 那至于我会不会推荐大家购买Bosch GO3代吗? 我倒是很想知道 大家自己在家DIY维修功力是如何 因为Bosch GO3代已经接近专业人士在使用的电动起子 例如在几次测试中 我忘了把高扭力调低 就直接上手锁螺丝测试 最后在尾速超强的扭力完全从我手掌心脱离 它有如一支电动按摩棒一直转啊转 想办法要转到最深处一样 如果你是想硬碰硬使抓着 那可能就换成螺丝十字纹会被转到崩牙烂掉 所以在开始使用前 一定要再三确认你的扭力值设定 再来是它全新设计的通用夹头 做的真的有点太长一点 骑士头插上后只能露出6到7成的长度 要锁定位置可能不是很好看清楚 而且最麻烦是你要替换起子头 它的夹头扣环再往前推 就又占了快一半的空间 这时要把起子头拉脚替换 真的没有什么施力点可抓 有点施力不讨好 真的累死人啊 所以建议还是搭配延伸杆 或是买长一点起子头来搭配使用 就不会遇到我说的尴尬问题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使用过Bush Go 2代或是3代的心得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我按赞、分享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我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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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订阅